今天讲曹操 历来讲曹操通常会分成两派 一派说我知道他是个坏人 乱世奸雄多疑奸诈 另外一派就会马上跳出来鄙视说 你们都被三国一给骗了 这个历史上的曹操很有谋略 很有才华 那哪个才是真实的曹操呢 我们今天特别一点 从他的书法里去找线索 你见过曹操的字吗 这据说是曹操唯一留存于世的书法作品 现存于汉中博物馆 那个时候曹操刚满六十岁 他刚平定了张禄 然后在汉中待了五个多月 他来到汉中的包邪古战道 他又叫蜀道 是古代中原入蜀的药道 他也是诸葛亮后来北伐走过的地方 李白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如果我们今天在涨水的时候去看 就会看到巍峨的两排大山分别一字排开 然后中间是奔涌而出的河水 乱石穿空惊涛派案卷起千堆血 曹操当年路过这里的时候 看到这样的景致就书信大发 于是就提笔写下了滚雪两个字 曹操的书法水平是被后世认可的 你看这些评价 虽然说不上像王羲之那种被称为是神品 但妙品也算是不错的 这幅滚雪你细看 这两个字是完全不同的风格 滚的这一撇一纳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动势 包括这两个不同方向的点 你好像能看到它们是打开的 是活泼的 是外放的 但是这个雪字就不一样了 它非常的稳定平和朴实 曹操就写了这两个字 但是风格却截然不同 但你会发现 就风格如此迥异的这两个字 居然能够和谐同意到义服作品里 就像世人对曹操的评价 他是英雄也是奸雄 他曾经为这个朝廷劈干力胆 到最后又被骂成是汉贼 他是一个爱惜人才的人 可也是他诛杀能臣 他的作品里面满是那种 怜惜苍生的句子 可这个人又是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屠城 这些截然相反的事情居然是同一个人做的 而这种完全不同的性格 居然能够和谐同意到一个人的身上 为什么呢 曹操的绅士其实不太光彩 他是书香门第宦官之后 就不是说相声啊 是真的 曹操的祖父叫曹腾 是一个在朝中很有权势的太监 因为不能生育就领养了一个孩子叫曹松 至于这个曹松的来历 史书上说法有一大堆 但谁也说不出个456 于是呢三国治理只好说 莫能审其生出本末 就我也不知道哪来的 而曹操就是曹松的儿子 有一个来历不明的父亲和一个宦官祖父 在那样一个讲究出身的东汉末年 曹操的身世就经常被对手拿来吐槽和痛骂 像当年陈琳帮袁绍写了一篇讨伐曹操的习文 就不带脏话的把曹操的祖宗八代都骂了一遍 袁绍和曹操其实是发小 两个人年轻的时候就是好朋友 是说信里面还记载了他们两个人一起去偷新娘的故事 就可见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好到了 可以说是同穿一条开裆裤这种级别的 但人家袁绍是什么家世啊 四世三宫 就是爷爷的爷爷开始就已经官居高位了 那虽然说曹操的父亲也是太位了 两个人的父亲算是同事关系 但你想一下 这就好像是大家同住在一个官家大院里面 然后有两个一起长大的小孩 然后曹操一看一下袁绍的爹 再看一下自己的爹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就除了家世不如人家 曹操长得还不如人家 三国治理说袁绍有姿貌威容 三国演义里干脆说他 身长貌伪行步有威 但曹操的形象就没这么好了 现在曹操墓发掘出来以后 我们知道了曹操的身高大约就是一米五五 也吻合了卫视春秋里面所说的曹操姿貌短小 而且他长得也一般 试说信里面曾经记载过一个故事 说有一次匈奴的使者远道而来来拜访 然后曹操就很担心自己的容貌和个子不足以雄远国 就找了一个高帅白的替身来假扮自己 所以你看曹操这个长得也不怎么样 家世也不怎么样 然后偏偏有一个玩伴还是这种帅气的世家子 你说曹操会自卑吗 我不知道 史书上其实没有记载 但三国治里面说了一个故事 我觉得很值得回味 他说曹操小的时候不好好读书 然后每天放浪心海 当事人都不怎么看好他 而且曹操小小年纪还玩心机 当时他叔父就老跟他父亲告状 曹操就很烦他叔父 总想个办法要对付他 有一次两个人在路上相遇了 曹操就仰面倒地口吐白沫 他叔父说阿满阿满你怎么了 曹操说我突然中风了 于是他叔父就火急火燎地跑去跟曹操他爸说 他爸一过来看 好好的呀 你叔父不是说你中风了吗 曹操说 叔父一向不喜欢我 所以才这样乱说的 从此以后 他叔父再说什么话 他父亲就再也不相信 于是曹操就更加放飞自我 如果放到现在 曹操肯定不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而是父母会跟你讲说 你千万别学的孩子 但是你会发现 就这种叛逆的特立独行的孩子 他内心的那种倔 往往是来自于 对他初始世界的对抗 他觉得世界对他是不友好的 他是不被接纳的 所以他的内心极度自卑又极度自恋 极度脆弱又极度坚硬 自卑是因为 你们都看不见我的好 而自恋就是一种代偿 他就觉得 那我就要觉得自己很好 脆弱是因为自卑 而坚硬也是一种代偿 那我就武装起一个厚厚的盔甲 来对抗这个世界好了 我想这就是曹操的性格 之所以矛盾的源头吧 那这样的一个孩子 在一个动荡不安 时事久空的年代里 他会活成什么样呢 我说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曹操的名言 宁教我父天下人 修教天下人父我 这是三国演义的句子 但是三国志里是没有明确记载的 只见于其他三本书 一本呢是三国志裴松之所注引的魏书 一本是魏晋世语 还有另外一本是孙盛的杂技 但原话是这样的 宁我父人物人父我 那曹操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 当时他逃难到他父亲的至交 吕伯舍家里 晚上听见磨刀的声音 他以为对方要杀自己 所以先下手为强 把他们一家人都杀了 最后才发现 人家只是准备杀猪仔羊 缓带自己 所以你会发现 他不是一开始就想好了要杀人的 他是在逃难 在一种类似金弓之鸟 惊魂未定的状态里面 然后呢他又过分的敏感跟多疑 因为从他小的时候 就没有尝到过这个世界太多的温暖 他是孤独的 他是不相信人的 他不觉得这个世界 对他是天然友好的 所以当他听到磨刀声 他的应急反应就是 他要杀我 那我一定要先下手为强 可是杀人之后呢 他又七创感伤 但即便这样他还是要说 宁可我负他 也不要他来负我 这虽然是一句很残忍的话 但是我却感觉到 这句话的底色里 其实是深深的悲伤 就像曾经有一部很火的 然后感动了很多人的 果漫电影《哪吒》 所有的人都说他是个麻烦 但是只有了解了这一切缘起的 站在上帝视角看这部电影的 作为观众的我们 才能看得见 小哪吒那个说不出口的 对这个世界温暖的渴望 他们都是一样的 就像一个贝壳 就一有刺激 马上就要躲到那个坚硬的壳里面 然后再拿那个厚重的壳去对抗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曹操的这一面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他 人生当中看起来很矛盾的那个行为 我觉得我们就能够比以前更加理解了 于是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曹操 这个曹操悲天闽人却又惨无人道 我们看见了他对于战乱苍生的怜悯 他说 百谷鹿鱼也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一一念之断人长 可也是这样的一个曹操 制造了三国里最多的屠城事件 当年他为报杀父之仇 骑兵攻打徐州 徐州木桃千节节败退 躲到了另一个地方 曹操打不下来 一怒之下就对四五座县城 进行了血腥屠杀 数十万人连同鸡犬 到处都是尸体 连似水都堵住了 世界伤害了我 我就要毁灭他 于是我们还看见了这样一个曹操 这个曹操李贤下士心胸宽广 陈琳骂他都骂成那样了 他还跑去给人家那篇文章点赞 然后在打败袁绍生擒陈琳以后 他还对陈琳既往不救 给他关注 可也是这样一个曹操 杀害了手下 不止一个重要的谋臣 他杀杨修 因为杨修三番几次 倒破他的心机 他害怕被人看透和掌握 他一生活得既坦荡又不安 既脆弱又坚强 当他活到66岁 生命来到了最后一刻 在将死之时 他终于放下了所有的防御 写下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段话 也是他的遗令 我要说啊 这真的是一份让人想不到的遗令 就一世奸雄曹操 戎马一生的曹操 在他将死之时 居然没有太多对于政治上的安排 反而是有点情义缠绵的 然后细细碎碎的交代起了家庭的一些小事 他说 我的结余和歌迹们平常都很辛苦 我死了以后不要亏待他们 要把他们安置在铜雀台 多余的香料分给夫人们 让他们去学习编织的记忆 将来还可以养活自己 我多余的贵重衣服 你们兄弟几个可以分掉 如果不是因为翻阅跟确认了资料 其实我也想不到这是曹操的话 当他看到的时候我就想 这是一个写下观仓海的曹操啊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心汉灿烂若出其里 这样的壮丽辽阔 这也是一个写下龟虽瘦的曹操啊 老祭福利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这样的器官长虹 即便曾经有过哀伤 那这个哀伤也只是短歌行李的那种 月明星熙 乌雀难飞 绕树三扎 无知可依 这样的深沉幽远 我们何曾见过这个 絮絮叨叨 又细细碎碎的曹操呢 我想 可能真的是因为 人之将死 奇言也善 所以在将死之时 才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个贝壳 最终愿意让人看见的那个柔软的内在吧 其实说到这里 我已经没有那么关心 曹操到底是英雄还是奸雄了 反而我觉得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好像经常能够看到 类似曹操这种性格的人 他们通常很强 也很努力 但如果有个机会 我们去探究他为什么要那么努力的奔跑的话 你就会发现 他们通常是来自于一种恐惧 在小的时候可能不一定得到过这个世界全然的爱和抱持 所以他们对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就是 只有我强了你们才会爱我 通常要打开这种人的内心不太容易 但我想如果真的有一个机会的话 我们也许可以回到他的小时候 就像是哪吒那部电影里面 那个夕阳西下的海边 敖饼递给小哪吒一个海螺 然后告诉他 从此以后 我们就是朋友了 以后你想踢箭子 随时可以来海边找我 只要听到这个海螺声 我定千里来相会 哦对了 我叫敖饼 你呢 我就 哪吒 关注我 用艺术让生活美好一点